一个国家应该怎样治理? 在许多民主政体中,赢得多数席位的政党即获得组阁权 如果一个政党未获得绝对多数,则要联合其他政党力量组成联合政府 瑞士最高行政单位、联邦委员会同样由来自不同政党的成员组成 但瑞士政府并非联合政府 瑞士想出了一个特殊的制度,被人们称作魔力组合 这个组合于1959年首次实施,是在四个最大党派之间分配七个政府席位的方式 目的是达成各党的共识决策 如果最大的政党独立执政,就一定会面对更强大的反对力量 在瑞士,也没能针对几乎每个问题发起全民投票,令国内事务适势受阻 相反,政府应该反映大量参与者及其游说团体的利益 受益于瑞士的直接民主制度,他们在瑞士政治角色过程中有更大的影响力 魔力组合从未被写入法律,但被视为瑞士不同党派间的一项非正式协议 2003年以前,政府内各政治力量没有过变化 当年在政府中仅有一个席位的瑞士人民党 在每四年举行一次的议会大选中,第二次成为最大赢家 因此该党得到了第二个席位 几年后,联邦委员会中出现了第五个党派,令等事变得更为复杂 2015年,政府恢复到之前有议会四大党派分享席位的状况 2019年的大选给政治格局带来了另一次变化 那一年,绿党得到的票数在各党派中排在第四位 此后,他们一直在要求得到一个席位,以反映他们新的政治力量 因此,围绕政府组成的讨论仍将继续下去 唯一确定的是对维护共识政治原则的执着